泡泡已经睡着了 这样看着他睡着的样子是不是觉得泡泡很高啊 好吧 他睡着了接下来的时间是我自己的了 先冲上一泡茶喝一下 然后再收拾一下家里面 因为这两天饭的太乱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草芸 泡泡睡着了 我终于有自己的时间来冲上一泡茶来喝一下了 家里面的这些丹蟲已经喝完了 你看一下上次我去凤凰山的时候 拿回来的这些凤凰丹蟲 其实 卖了大部分出去我自己也喝了三罐了 这些都是空罐子来的 还有这个罐子呢我装了一些泡尔生谱 今天晚上现在已经是深夜12点了 我要冲一泡薯谱来喝一下 我已经拿去冲了 看一下 平时我挺能喝茶的 没有什么其他的那些爱好就是喜欢喝茶 这个罐子里面装的是一些 生土来的 好像是南诺山的吧这个是 我每个月喝茶也喝不少真的 这是我唯一的爱好了 虽然现在我没有开店了但是我家里面的茶我自己喝的 也有很多个品种哦 丹蟲啦 薯谱啦 生谱啦 绿茶啦 红茶 橙皮呀 还有菊谱啊这些我都有 真的 平时我想喝什么就喝什么 就是家里面还有一些 金银花 金银花上去开的还有一点 这些都是 平时我用来 当茶饮的 今天晚上冲的这个 大义的 无纸登科 小小义饼全部都是芽茶 挺好喝的 但是这个没有过 竟然自己喝 喝完茶再收拾一下家里面 昨天晚上翻得太乱了 好滑啊很舒服啊 有点像和那个以前的那个米汤水一样 特别的滑特别的顺 还有一点微甜 最近啊我家奶泡啊 放水回家之后啊 话特别的多 之前的时候啊 经常有朋友说 你们家奶泡怎么这么久还不会讲话 他会不会是哑巴啊 其实啊以前呢 我挺不喜欢别人这样说的 不过啊 嘴巴长在别人那里 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我现在已经是 看透了也想透了 过自己的生活 按照自己舒服的方式去活着 不要太在意点 怎么说 我感觉 你不可能 做到每个人都喜欢你 是不是 你只能说 吸引到 跟你差不多 同类的人 你不可能说 每个人都是 跟你这样的生活方式去 生活啊 是不是 所以呢 我过自己的生活 我感觉这样挺好的 自由自在 最近啊 总是有人说我 如果你压力太大的话 你赶紧找个人家了吧 我说我现在呀真的是 你 负责我跟泡泡的生活 其他的那些的话 我都没有去多想 因为想多了也没有用 给你们看一下我家里面有多论 我会 为了卷了痛了 学会洒脱 她们 当现世背叛 累了卷了痛了 学会洒脱 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 好呀 刚刚忘了开空调 我帮这个笋干已经整理好了 现在的就是秋笋的话 只剩下这么多了 我爸说现在山上面 长出来的秋笋越来越少了 所以卖完这些的话 秋笋就要下架了 到时候就要上白鹿笋 白鹿笋的话它的产量 还会比秋笋要少 所以很多人都说 我去年吃过你们家的 那个白鹿笋挺好吃的 如果好吃的话 到时候我上架的时候 你们再来吧 再凉一下 等一下就冲个凉就睡觉了 感觉喝茶比喝那些饮料 解渴的多了 特别的好喝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朋友 请给我的点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太热了 太热了